在刚刚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想如何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情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二台午餐会 一个帮助人的故事 看到了就是不忍他受苦 这是一位住在马来西亚的哈伦 被医师告知 他必须要截肢才能够保命 但因为医疗费用 他一直没有办法 来妥善治疗 慈离志工后来走入 情况能够改变吗 透过连线前马来西亚 西东坡的主播黄兆峰 告诉我们这个后续故事 兆峰好 家长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现场 坐在沙巴亚币的 慈禧照顾护哈伦 被医师诊断出 患上了先天性血管疾病 导致脚细胞坏死 需要节肢 但因为哈伦的母亲不同意 加上因为早前已经拖欠了 医院一笔费用 所以一直迟迟没有治疗 都是靠一些乡间的偏方 直到整个脚板脱落 加上志工不断的劝导之后 他在2018年才愿意解肢 整个附件过程 慈禧人一直都在 小心走过水上桥 慈禧人一会志工 来到照顾护哈伦的家 因为先天性血管疾病 脚细胞坏死 哈伦被迫解肢 第一天来到 他是在家里那边坐住地板那边 然后就他说 他行动的方便就是在客厅罢了 然后我们也是有问过他 他说如果没有遇到你们此去是吗 我就是一天的过一天 然后也是没有什么希望 他说因为我们毕竟有去看过医生 也是有签到医院的钱 也不敢去医院做治疗 我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2015年的时候 然后过后2016年 他也再来到我们的医生的时候 他的脚趾已经坏死了 当时我们就把哈伦送去医院 然后医院帮他做了一个手术 一个饶管的手术 医生你要跟他解肢的时候 他也是蛮配合 因为他从有脚板到现在 已经很长时间 他也是看到他的恶化 他不敢再耽误他的治疗时间 有一点点水 原医会医师定期帮哈伦洗伤口 确保手术后伤口不会感染 原本是一家之主 哈伦截之后由妻子挑起重担 案主的太太是她就一个星期做两天工 然后一天工是 一天工是二舍 然后就一个星期四十块这样 自己补出生活费 还动员志工协助修缮房子 志工长期陪伴 逢年过节如同家人搬一起庆祝 珍惜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现在的哈伦脸上多了笑容 也学会了做一个翻转手心的人 四年的时间 志工见证哈伦的人生 再次添上色彩 戴新闻之声明志工谢念祥 吴永会马来西亚报道 成为他人生命的不寝之师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在住人的当下 自己收获最大 刚才在新闻画面 经常出现在哈伦身边的 慈禧之工 他叫李师雄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非常抗拒参与 慈禧的活动 因为太太也是一名慈禧之工 没有放弃他 加上其他师姐的不断邀约 在2016年的时候的 一次花莲寻根之旅 才彻底改变了李师雄的想法 从灰衣到蓝天白云 慈禧之工李师雄 在陪伴照顾护哈伦的过程中 非常细腻 回首当初却是非常抗拒参与慈禧活动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们去到他那边 我们真的在那边等他 他真的不出来都不出来 他不理我们 后来我们没办法就自己走 他来慈禧的时候就是喜欢来一下 好像是一直在慈禧的门口 出去静静 他比较不喜欢参加慈禧的那种精态活动 当我要他去上课的时候 他就会不同意 还是就会推掉我 他说要是在这边 你要去你自己去 志工不放弃的邀约 加上太太邱庆莉的坚持 在2016年 李世雄有了转变 后来他就回台湾 我说中年 他回来就不同了 他就改变了 他就好像是真正的 跑进这个慈禧的大门来 开始是做快乐志工贤 自从跟了几位师姐去 感恩后的家 看到他们的生活 再比起我的生活 我觉得是自己很足够了 以前他讲的话很粗的 比较不讲道理的以前 建古之福也从中改变喜气 李师雄自度也度人 我深深看到我自己的慈禧 有改变 他也慢慢投入这个慈禧了 秉持对的事情做就对了 李师雄夫妻俩期许同行 进行菩萨道 大约新闻这三美志工 谢念祥 吴永会 马来西亚报导 因为参与所有机会付出 李师雄改变自己也影响别人 印证了禁思语 生命因利他而丰富 会命因自觉而成长的这句话 蛮好奇的是想问佳蓁 有没有类似因为利他而自利的一些经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好 现在都换阿峰来问我问题了 真的是很聪明哦 自利自利 好 我想回答的是 其实就是那一念心罢了 举例来说好了 曾经这么一次 我和小孩在回家途中下雨天 看到一位老伯他坐轮椅 就一个人慢慢慢慢在划他的轮椅 而且也没有穿雨衣 就上去来关心他一下 后来知道老伯是要去医院的 因此就和小孩一个帮他撑伞 一个在后面帮他推 就这么把他推到了医院 我想这减少了老伯 在路途上的奔波 同时也给了孩子一个 最好的爱心教育 不管是自利或是利他 都是一次爱心的滋长 也仿佛在孩子心中 种下了爱的幼苗 这是我大概一个举例 也谢谢赵峰的连行报导 提供我们这么温馨的好故事 继续来看的是 三十而立的